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一個造型ABC當中 AB46、AC是4 角BAC是120度 求角A的內角平分線A珠是多少 麻煩你就畫一個三角形 我們看一下 把屏幕條件帶進去 線段AB46 線段AC是幾 是 角BAC是幾度120度 有沒有看到 求角A的內角平分線 角平分線A珠是多少 換句話說什麼叫角平分線 你從這邊畫 畫一條線畫出來 這條線會把角A把它分一半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兩個角度一樣 行不行 那可見這兩個角度是幾度 60度 這樣可不可以 麻煩你求這條線段A珠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 題目給我什麼條件 題目一開始告訴我這個造型ABC 有沒有看到 他告訴我 這邊是6 這邊是4 這邊是120度 所以說題目告訴我兩邊一夾角 兩邊一夾角 我可以求出第三邊 也可以求出這塊造型的面積 對吧 所以說老師會建議你 題目給我條件是兩邊一夾角 這可以怎麼算 麻煩去用什麼 用面積來算 可不可以 怎麼說 你觀察一下 我去假設 這A珠的長度是AKS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對造型ABC的面積而言 對吧 我可以用這兩邊一夾角 除了它面積行不行 這塊面積 老師可以拆解成 AB珠 再加上AC珠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塊面積 老師可以把它拆解成 AB珠 再加上AC珠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兩邊一夾角 求面積 它等於1 2分之1 乘4 乘6 乘上3 120度 這樣行不行 再等於AB珠 這樣行不行 AB珠 兩邊一夾角 它等於1 2分之1 乘6 乘AX 乘上3幾度 60度 這樣行不行 再加上 造型AC珠 兩邊一夾角 行不行 告訴我這個夾角也是幾度 60度嘛 所以可以寫成2分之1 乘4 乘AX 乘上3 來 60度指出來了 寫到這邊是 你觀察一下這三個字子 有什麼感覺 第一個 大家都有2分之1 有沒有看到 可不可以的2 可以 大家都有2分之1可不可以的2 可以 在 在120度事情 2分之3 在60度的事情 2分之3 來告訴我 可不可以的2 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寫到這邊 你觀察一下 這邊4 6多少 24 這邊是6AX 加上 這邊約掉的時候 剩下幾X 4AX 所以說 這兩相加自己 10A等於24 所以 AX就是自己 10分之24 所以當然就是5分之7 12 這出來了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 看一下 OK